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发现有一个这个 是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 对 这个一下就对 李尖尖一家人对不对 对 Breddy 这个是那个 我Rap的启蒙 徐冠杰老师 这个也是我Rap的启蒙 怎么说呢 徐冠杰老师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用粤语 那其实我的音乐里边 也用方言在说唱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 徐冠杰老师是对我 影响很深的一个前辈了 那个我看到这里还有这个 下一站天后的这个蝶片 这个是我 我们那个年代 都是租影蝶看嘛 然后下一站天后这个电影 是我第一个买的 买了一张蝶片 要买的话说明是真心的喜欢 就可以珍藏 然后可以不停的看 而且那个歌 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 对 下一站天后 对不对 怎么唱来着 富哥怎么唱 谁谁又听爱歌唱 谁又又唱 看不可到现场 仍仍同时 反过一场 好 希望我得及我唱 还事勉强 台智月河发亮 难及及罪爱在耳边 低声温柔地唱 什么 哭了 我很幸运了 这个 她会记得 哈喽哈喽哈喽 来 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到asuise 欢迎我们的荣泽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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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到了 吓到了 很惊艳 我先以为他们尖叫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在尖叫 我也是 我也是这么用美 其实我看到最惊讶的是 景小显 你回头 头皮刷就麻了 就不行了 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突然在身后 唱起这首歌 有观众在欢呼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 我跟那个小琴 那个状态一模一样 头皮一下就麻了 我们从昨天彩排 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满 我们也很用心地 制造这个惊喜 但这个看到你们的表情 我觉得好幸福 很满足 值了 值了 今天这个惊喜 其实呢 最开心的是松松 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好不好 当时在里面就觉得 阿萨特别地可爱 嗯 还有里面有唱那个《下一站天后》 就是又有演又唱 让我觉得整体观影效果特别好 又很励志 明白 其实那个片子是一个让观众非常愉悦的一个作品 对不对 那我想刚刚松松他追这些剧 那其他人有没有平时看什么剧 我很喜欢外旧的 所以我经常看回以前的东西 对 刘德华的那个什么 王角那个 王角 王角 对 开门 王角开门 对了 还有天悦有情 天悦有情 对啊 我所有说的你们都很有功名 对啊 非常有 非常有 是 我今天想给我两个好朋友一个敬喜 我今天早上牙都没有刷 我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们两位 亲爱的撒 跟焦 还记得我第一次跟撒见面 是在适应的地方 跟焦的见面 是一起过来跟我一起庆祝生日 那是我们三个第一次聚在一起 没想到这一句 我们就聚了二十二年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彼此的开心过 难过的时候一起过 开心的时候更要一起过 二十二年前我跟你们说 就当来自己家 我们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未来 我们也会一起看着彼此 陪着你走 因为 是朋友呀 哈哈哈哈 有点感动 哈哈哈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羡慕这样的游泳 羡慕这样的游泳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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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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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朋友 谢谢你们谢谢